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22号表示 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继续对话 但乌方缺乏对话的意愿 此前一天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乌克兰现阶段排除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 梅金斯基说 俄罗斯从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 包括最高层的谈判 俄方一个月前向乌方提交了谈判文件草案 双方就集中一些立场达成一致 在俄方计划继续跟进时 乌方没有继续对话的愿望 甚至没有正式确定商定的谈判方案 梅金斯基说 冻结谈判是乌克兰方面的倡议 俄方不主张暂停谈判 俄方准备继续对话 但下一步如何走 仍然要看乌方意愿 波多利亚克表示 乌方不同意在领土问题上退让 只有俄军撤住乌领土才有可能恢复和平进程 任何退让都会让乌克兰带来负面后果 此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 他曾以为有可能通过对话结束冲突 但现在对话面临的情况很复杂 泽连斯基认为 俄乌之间肯定会继续对话 但目前尚不清楚对话将以什么形式开展